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赵岩,今天是7月13号 那么刚要播出去有观众金电话 那我现在不能接 我今天给大家说的事儿是这个 是这个 是这个 最近的爆点新闻啊 最近的爆点新闻 那个爆点新闻那个 海航王健集团的事儿 王健集团的事儿 不是海航集团王健主席的事儿 他到底死还是没死啊 这是一个谜 那么大家呢就这个问题呢 已经展开了这个 从7月3号开始 展开了分析 判断 研究 各种各样的说法呢 都有很多 他是自杀 还是他杀 还是这个 被自杀 那众说纷纭啊 莫终一世啊 各个人每个人的这个 有自己的出发点 今天的话题呢 就还是王健 到底死还是没死啊 龚贵先生呢 那个前几天说呢 王健先生呢 也有可能是炸死 那么炸死到底为什么 有几种可能 炸死呢 我们 如果这个按照这个常理分析啊 按照常理分析啊 那会有这个 不同种的情况 一个是 他 畏罪啊 一个是他畏罪啊 那个自杀 一个是这个 恐惧啊 他杀 恐惧他杀 这两种可能性 非常大啊 非常大 那么就是 因为有了这两种可能 因为有了这两种可能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就要沿着这条线 去分析 那有的朋友会问啊 说赵阳先生 你不说他是这个 以死相告 这个 习近平主席 王岐山 要 要一号死吗 这是你的分析 那你现在怎么解释 这个时间点 7月3号 11点40的问题 7月3号 11点40的问题 那我的 我的解释是说 我不能说 以一种方式来定论 他一定是这样 或者以另外一种方式定论 他一定是那样 那在 这个警察 和公安的业务当中 大陆叫公安 这个国外叫警察 当然大陆现在也在改 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那业务当中 就是说 当一个案件 众多的线索和疑点 出现在大家公众的面前的时候 因为你破案人 不可能是一个人 不可能是一个人 你一个专案组 要有若干的 这个部门 那有这个技术的 有管技术的 有管这个 那个外线 有管内线 大家的分工不一样 想法也不一样 那作为我们来 作为一个评论 就得从各个角度去分析 从各个角度分析 我不是说 我今天在讲我的观点 在否定我前天 或大前天的观点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么回头来呢 我就跟大家讲 跟大家讲 我 让我去解读这个 那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说 这个时间点 反着说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最后 只有一个真相 不会有 其他的真相 那我们坐在这 只是给大家 和观众 网友 提供一种 提供一种参考的思路 你说 这个 7月3号 代表着王岐山 那他要1号 要1号 死 那这个呢 这个问题呢 这是我先前的结论 那现在呢 就是说 我说第二种结论的时候 不一定是对第一种结论的 那个全面的否定啊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点 提供一个参考的点 那王岐山 要1号 死 怎么个死法 怎么个死法 怎么个要法 那在哪个时间点上 在哪个地点上 要1号死 可能更方便 那么谁来执行 王岐山这个命令 谁去策划 这个方案 这里就都有问题了 那王健本人 王健本人啊 作为他来讲 他在这个 海航集团 明面上 他已然是一把手 董事局主席 股权呢 的份额 跟这个陈锋 也是相等的了 都是14.98% 拥有的财富 都是几千亿 那有这么大能量的人 有这么大能量的人 他没有肩负着 一个常委的使命 和常委的控制 那是不可能的 你想啊 连红旗系列导弹 都卖出去了 那这样的公司呢 会有多大的权利呢 我们笨想一想得出来 一个可以卖军火的公司 拥有至少是几万亿财产 用郭文贵先生说 控制着20万亿财产 你这么一个公司 可以卖军火 必然就可以有生杀大权 当然不是说 他们想杀谁就杀谁 他们想干谁就干谁 那是要由 掌控这个公司的人 掌控这个公司的人 的决策者 来做这个决定 我们都知道 王健和陈峰 过去都是这个 王岐山的马仔 那在这个 郭贵先生爆料以后 两人之间 是否有相应的转折 这个转折 是投奔新的老板 还是没有投奔 两人之间的矛盾 会不会引起某些秘密 你原来两个人都效忠一个主子 那么这个主子 发号失令了 发给谁 这都是谜 如果发给王健 要王健 在去法国期间 策划 一个刺杀一号的行动 那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当这个案件没有破的时候 没有彻底的结果的时候 什么样的可能都是存在 那我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是我的想法 我们知道习近平 昨天中央电视台 公布了习近平准备 到南非参加 金砖五国会议 那么要访问下数几个国家 一个是塞尼加尔 一个是阿拉伯 还有卢旺达 那回来的路上要到毛里求斯 要到毛里求斯 大家不妨看看这个新闻 不是我在编造 不是我在编造 看看这个新闻 因为昨天已经是 昨天是已经有这样的消息 通过中央电视台 不是我说 通过中央电视台已经过来了 怎么这个放不过去呢 这个三号 二号 多号是 好 过来了 对不起啊 我这个设备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应该这个 马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新闻会是什么 昨天已经存了 一上烟盛人就可以看到这个新闻 而且昨天新闻联播的时候 在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讲到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 就是前后啊 讲前脚后讲这个新闻的时候 有一个人往桌上递一个东西 就像我今天一样出技术事故 不好意思啊 因为不熟练 慢慢就会熟练起来 那么得递上去 在递上的过程当中 这个波恩员还在说啊 习近平 连个同志都没有了 如何如何 那大家也都知道啊 最近这个去习化的 所谓的这个舆论热潮啊 是非常的多啊 这个尤其是我们昨天在解读了新华社 解读了新华社 这个关于华国锋的三个错误啊 这个这篇文章以后呢 新华社紧急把它下架 紧急把它下架 那谁能控制新华社下架呢 新华社社长 这文章已经出去了 那发现这个叫错误也罢 还是发现这个苗头也罢 那肯定不是新华社社长本人 应该是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 或者是政治局常委书记 这一类官员才有权利把那篇文章撤下来 那么今天呢 央视呢 就在这个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这个 补充啊 大家都已然是看到了啊 大家都已然看到了 已然看到了 习近平的 这画面呢 已经出来了啊 习近平的画面 就是 在哪儿 在这儿 出来了 就是中美贸易关键时刻 习近平召开中裁委 二次会议 这个还是没有这个 主席啊 和这个同志啊 总书记啊 中央军委主席啊 这样的称号没有 就是习近平 省略了 那这次有了照片 前几天报的那个新闻呢 就是习近平参加中阿会议 人民日报人民网发的消息 是没有配照片 那今天的配照片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习近平会见 国民党主席啊 前主席连战啊 是有照片的啊 那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啊 这个照片 有兴趣的那个 就是 可以这个 可以这个 到网上去找 到网上去找 我们这个 说 习近平 要去非洲的消息 跟这个案子有啥关系呢 你刚才说 有人会问啊 说赵言 你这不是这个 前拉硬拽吗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做一个 分析和判断 分析和判断 王健 如果按郭文贵先生说 是诈死 我刚才说过 那一种可能 就是畏罪 畏罪而诈死 如果不是为罪而诈死 那就是为任务而诈死 那这个任务 他现在 承载着海航 巨大的财富 尽管把这些财富 都遣散到 世界的各个角落 遣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还有这个 帮助那么多的官员 转移财产 那这些任务 比起来 比起来其他的 另外一个任务 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 用他 这个 所谓 炸死的时间 所谓 自杀 示警的时间 来掩饰一种东西 掩饰一种东西 那就是掩饰一种计划 我刚才说过 一个可以做军火的公司 一定能够 一定能够有承载 在外头 在国外 刺杀的任务 能够承载这样的任务 能够承载这样的使命 我们大家看一看 如果在国内搞暗杀 相对就难 因为在北京 习近平控制着38军 因为在北京 习近平控制着中央警卫局 我们清楚 在中央警卫局 胡锦涛交权 以后 习近平控制住中央警卫局 那中央警卫局局长 就由原来的叶剑英元帅的 侍卫长 曹青换成了王少军 王少军呢 这个我多少还是了解一点 他是这个中共体制内 军内 最好的这个神枪手 而且这个级别 做到这个少将级以后 他的这个自身的功夫 还都没有这个 都没有废 有的人一当官就不练武了 这个人是非常低调 而且非常这个 非常低调 非常认真的每天习武 枪法是极准 极准 有的朋友告诉我说 他曾经跟这个 另外一个系统的啊 这个人比武啊 就是两个人都是神枪手 都是这个百步穿扬的功夫 怎么比呢 就把这个 养的这个野猪啊 就是鼻子和钉都插上这个辣椒 那猪就在这个体育馆 体育馆内部是体育场 反正给圈起来 那离远放 跑跳 两个人 你比一枪 我比一枪 这个能打 说我打左眼 那个说那我就打右眼 结果两个人的 先后不分 前后不分几秒 打出去以后 就变成了这个 这个猪啊 左眼睛挨了一枪 右眼睛挨了一枪 倒地 就是 如果这个人 没有 被习近平的对手控制住 那在北京 和在这个中国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来刺杀习近平 这种可能性 非常小 非常小 尤其是在几年前的两会上 两会前 这个王少军 张又霞 加利战书 直接就把中央警卫局 你营级以上的官员 全部的都换掉 有问题的 一律到北京卫戍区 去写 你的财产情况 你的家庭情况 那从38军专门抽了 抽了这个 很多人 就把这个中央警卫局 这些基层的 一线 这个 干部 全都换掉 全都换掉了 所以在国内做这件事 我 我个人觉得 相对比较难 但不是说 一点可能没有 大家现在已经从 公布的事实上 看到了 看到了 就是邓小平 当年去上海 在上海西郊宾馆附近 有这个军人 拿着枪准备刺杀他 这样的事 已经是出现过了 那某网呢 某宫呢 还公布过 说在这个 04年前后 这个青岛 这黄海附近 东海附近 具体地点 我记不清了 这个胡锦涛 视察海军的时候 有的这个军方的 导弹 驱逐舰 瞄准了 胡锦涛所在的舰位 吓得胡锦涛 转身就跑了 说这也是 阴谋刺杀 但这个事准 还是不准 我不太清楚 那大家还记得吧 在几年前 香港亚市 公布了 这个 前任总书记 国家主席 江文明 去世的消息 在没有去世之前 山东省委省政府 所领导的 山东日报 补告都发完了 整个这个 运作的过程内 在海外运作的过程内 我在法拉盛也听说了一点 谁先带头 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的 那跟这个海外 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些事呢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具体的这个内幕 那江民那次是因为 在 外巡游的时候 是广西 是云南 被这个蚊子 咬了 有人说被蚊子咬了 就是血液中毒 那最后的 已经几乎没有回天之力了 全国的专家都去了 都不行 最后呢 上海华东医院 出了一个博士 完了这个 是从美国回去的 一个博士 他这个 对血清进行了化验以后 完了用了一种 美国的办法 把江泽民命救起来 但是呢 坊间也有人说 这老江退下来啊 就是惦记啊 惦记啊 自己这个权力 流失 不愿意放权 制约着这个胡锦涛 和温家宝 干自己想干的事 那谁呢 就是令计划 在背后策划 食物放 食物里头放毒 让老江 这个 在不知不觉中 你不能一下子让他死 一下让他死 很麻烦啊 放一种毒 完了就对外 就放风说 老江这个 被蚊子咬了 被蚊子咬了 这个 有可能 就死掉了 那补告都准备好了 亚洲这个 电视台啊 这个放出这个消息的人 就是苏同的养子 原来解放军的一个上将 当过济南军级政委 军科院政委 做过上海市委副书记 苏同 这个人 这儿子 王征 放出的消息 这个人本人呢 跟这个江民个人也很好 我去过这个王征的家 他家的照片 一进他家门 照片就是他搂着 这边有一张 搂着这个江民的照片 那边有一张 这个搂着朱生基的照片 后来老江这个缓过劲来了 说谁 问谁把这个消息放上去呢 说是王征在亚世上 第一个开始 那王征当时怎么想 一是可能想炒作这个亚世 第二呢 可能也想老江完蛋了 得投奔新的主子 胡锦涛 另计划 这完全都有可能 最后老江说了一句 这个小次了 这一句话 亚世就完蛋了 从此就开始 本来就没有这个 像歇雲 福克斯 抓住一个好新闻 就这个电视台就大放异彩了 就江河日下 香港的这个发执照的部门 不断地刁难他们 最后现在这个亚世 几乎就灭了 那个亚世的几个总编 那几个编委 我在香港都有过接触 也听他们讲过一些事 就说这个暗杀呀和刺杀呀 这个代价让一个国家 让一个社会变化 当然是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小 非常小 最好让他在国外怎么着 别在国内怎么着 那你要来美国那难度就超大 因为美国的情质系统是世界最发达的 全欧洲国家干这件事呢 也难 因为欧洲的情质系统呢 也都是排在世界前几名的 在哪干最好 非洲干最好 非洲干最好 那要制定这个计划和执行这个计划 怎样才能把这个计划制定好 在中国制定那非常危险 在国外制定就非常的 不能说容易 相对比在国内制定容易 执行起来也方便 你非洲小国家 你出一个什么事 出了也就出了 是不是 你能咋的呀 你不能咋的 人死了灯就灭了 假不妆的去调查 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说到这儿我就要说说我的案子 明明是令计划 按照胡锦涛的意思 把这个江泽民下台的消息 发给了这个纽约时报 但是回过头来呢 回过头来呢 却把这个尺盆子扣到我脑袋上了 他们非常清楚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但先把你抓起来 让全世界都造成一种假象 就是你赵延干的 当时抓我 也是马剑指挥的 徐永远指挥的吗 跑到上海 抓到我 我也没想到能抓我 因为这件事我没干过 是吧 不管怎么说 就是胡锦 习近平去非洲 那么如果这个计划已经有了 老王下令给小王 给这个王健 海航集团的王健 命令下去了 收不回来 王健在外边计划已经制定好了 自己可能胆怯 一旦这个案子要破了怎么办 那自己肯定杀头之罪 也许满门抄战 那诈死一下吧 或者是诈死执行起来 这个执行起来 这个方案就可能更好 因为花 找专业杀手 那是要花钱的 几百万也是他 上千万也是他 一个亿也是他 这个都是 在这个 刺杀的这个 市场当中 那都是有 他们彼此之间 是彼此可以勾兑 你只要有钱 你想杀谁 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有钱 你都几乎可以 你策划的这个精确到位 几乎都可以 做到 如果有一个杀手 再有一个连环杀 是不是 那这些事呢 应该说 应该说 都是有可能 都是有可能 习近平去四个非洲国家 我们看一看 这四个非洲国家 相对 在这个 就是南非 经济还稍好一些 像塞内加尔 卢网达 这都是很落后的国家 治安也是很差 早不去晚不去 在此时 去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 在非洲 中共家族 控制着非洲 都有哪些人呢 陈元是一个吧 国家开放行的很多钱 甩到非洲去 甩了很多亿 大家都知道 对这个南非边上的 一个国家 前年一甩就是500亿 这500亿甩进去就没有了 回不来了 这些贪官啊 又不跟着分钱 怎么可能500亿进去 就任何影都见不着 就打水漂了呢 陈元是一个 陈元在南非的势力 也非常大 而且陈氏家族的 从来就没有把中共的红队 撒过手 就是解放前有个红队 专门搞暗杀的 代表党 代表所谓的人民 其实跟人民也没什么关系 代表所谓的国家 专门搞暗杀 红队 那这红队陈元就 没有撒过手 直到他死 也没有交到别人手里 还是在自己儿子手里 那大家还都知道 这个马云 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 他阿里巴巴怎么来的 那孙正义 背后的钱是怎么出的 跟这个国家工商行 和国开行 有没有一定关系 马云在南非的势力 有多大 大家都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地看到 还有 这个 姚庆 姚庆 和这个车峰 姚庆大家都知道 是谁了 就姚依林的儿子 王岐山的这个亲人 都有这个 在南非啊 都有自己重要的产业 都有自己重要的产业 南非 南非很金矿 但是呢 南非洗钱的 也是 洗钱业也是非常发达 各国的间谍啊 杀手在南非也很多 南非的社会治安啊 超乱 所以在这些领 在这些家族啊 所控制的地方 他们都插了一脚 海航 王健 在南非 势力小吗 也不小 也不小 那这些家族 你看看啊 是不是都对习近平 非常恨 我们先说陈元 陈元 这国开航 行长 本来到岁数了 他不想退 习近平找他谈话 那陈元 直接就说了 每个家族都有个副国基 就我们家没有 你让我退就得给我个副国基 他退下了 实际上 新上来的 还是他的马仔 还是他马仔 前阶段来美国 有一个这个在华尔顿 那个张维记者还去赌 姓郑 那个人姓郑 也是这个陈元的马仔 副行长 据说是给这个杂国派送钱来了 马云 大家已经清楚了 买了个南华早报 几次出这个习近平和栗战书的丑 那王健呢 就更不用提了 你说 他现在把自己的那股份钱捐出去了 他心里能好受吗 如果老王 老王让小王去刺杀这个习近平 他敢不去吗 他是他的人的 他敢不去吗 他必须得去 但是要去 中间他要产生恐惧的话 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 让自己先消失 完了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从法国警方看 所公布的 这些消息 没有一张照片出来 和这个明镜 明镜说把这个王健的尸体都运到这个西雅图了 这些消息应该说 都不是来自这个正常的警方消息 都是这个记者在调查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 这个小镇叫奔牛村 王健这个像牛一样的就 不知道来骨什么邪尽 就奔那个墙就上去了 上去了 最后呢 就在这小胡同串里 自己呢 叫自杀也罢 他杀也罢 被自杀也罢 炸死也罢 留下了这么多的谜 留下了这么多的谜 所以啊 此次 这个习近平去 非洲参加金砖五国会议 应该说凶多吉少 这个热战啊 冷战也罢 热战也罢 到了这个白热化的程度 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到了这个红刀劲 白刀劲 红刀出的程度 一着急差点说 红刀劲 白刀的出 又差点把词给改了 这个 这个不能怨恋老祖宗 那怨恶自己 一着急差一点 那在非洲 做这样的事 最方便 大家还知道 前任的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 对非洲的控制 也是非常厉害 我记得中央电视台 有一次播 周永康会见苏丹总统 那时候他仅仅是 负责政法的常委 胡锦涛 温家宝 一个总理 一个国家主席 一个总书记 这俩人都没见 这个总统来了 跟周永康 见了面窝的时候 完了就走了 这非常不正常 据说周氏家族 在苏丹广 石油业业务 就掏走了 这个 一千亿美金 存在这个 瑞士或法国 那这些钱 王岐山 作为中级委书记 光贵先生爆料说 他办的这个案子 最后钱的都进了 他自己家 国家也没拿到 那一千亿 从来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 新华社 没有宣布过 已经被没收回来了 那光贵先生宣布 周永康弄的钱 全都弄到欧洲去了 直接入了他们银行账号 那王健和陈锋 都应该是 这个转移 周家财产到王家财产 重要执行者 重要执行者 那有了这份力量 周家的钱被转走了 周家还有其他的人在非洲 此时习先生去 习近平去非洲 周家也不会 也不会闲着没事干 所以这么多的 这个包括我前面说的车锋 车锋在非洲的力量 包括在这个太平洋的力量 都非常大 太平洋有个帕牢 这帕牢就被车锋 和车锋的兄弟 控制着 南非呢 车锋很多钱 在这个香港澳门 也都是转到南非去了 这一系列的人 一系列的事 一系列的这个凶险 都将可能发生在非洲 王剑有可能以生命 以自己的生命 来向他的新主子施警 也有可能炸死 把自己藏起来 去执行老王给他的 刺杀一号的计划 这就是我的结论 这两种可能都有 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然了 也有朋友认为 他为罪潜逃 为了藏秘更多的财产 他自己炸死 藏起来 逃掉 永远在这个世界消失了 和他的财富 和他因财富 而带来的神秘 就一块都消失了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早晨跟几个访民通过电话 因为中央电视台一公布 中央电视台一公布 说习近平要参加非洲的会议 先去四个国家 7月19号到24号访问四个国家 完了25号到27号去南非 那咱们这个今年他也不来美国了 咱们是不是去南非 这个向习近平主席请愿 向习近平主席反应情况 在我们多次拦截了他的这个车队 他也做过批示 但是各地的官员和王岐山 控制着腐败的朝廷 不给拉北兴解决任何问题 而且呢 不解决问题也就罢了 像李焕军的姐姐多次被打 马颖田的儿子和老公限制出境 李焕军的母亲要来美国看看他 因为他胳膊这个负伤 因为在这个不远处 那个拦截习兵第二次拦截习兵车负伤 这个他母亲要来看 也被限制出境 王春彦的这个弟弟呢 这个死到现在 这个案子还都没有没有破 尽管我昨天讲到 习近平关注这个事儿 大连涉及到王春彦 家那个开发商的后台 大连市副市长 姓袁已经被双规了 双叫什么滞留了 这个宣布了 这都是有好有坏的消息 有好有坏的消息 那在习近平做过几次批示以后 李克强也做过批示以后 只有一个访民 就是这个湖北的一个访民 他是因为种什么蘑菇啊 跟这个三峡水库大坝 有了这个几十万的这个交易啊 完了这个三峡大坝 欠这个钱不给 打官司打了这么多年啊 那他的问题可能得到解决了 其他的二十几个啊 参与蓝车告一状的访民的问题 一个都没有解决啊 不仅没有解决 很多这个 这个访民的家属啊 受到当地政府的这个威胁 恐吓 甚至又说你们在外头破坏国家安全 这样的帽子都戴上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看到这个最高领导 对这个访民的问题 关注呢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呢 他可能也不清楚 那么呢 大家今天上午呢 开了这个电话会议啊 准备这个 看一看啊 因为南非实在太远 路费也很贵啊 还有这个 需要签证 需要签证 那大家呢准备 就这个问题啊 就这个问题啊 再见面碰一次会 完了去南非啊 再次的向习平主席 在百忙当中投诉一次啊 如果当地政府不让我们见 那也许我们就要拦车 但不会使用对付王岐山的办法啊 对付王岐山这个盗狗贼 我们一定是要炒的热热乎乎的啊 鸡蛋炒鸡饭加辣椒啊 那见面让他吃够啊 撑死这个盗狗贼啊 这个大坏蛋啊 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二个话题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访民啊 几个访民 这个提到的 说赵先生啊 那个赵老弟赵哥啊 在你的节目当中应该提到啊 那个我们想去啊 那我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啊 大家做好积极的准备啊 这个南非还没有去过 情况怎么样 那去也要提前去 抓紧时间搞这个签证啊 抓紧时间要订机票 这一系列的事啊 但是能不能做到这个 像在美国做的这样 尽善尽美啊 这个能够让习近平看到大家的力量啊 这个维护自己权益的力量 捍卫国家法律尊严的这种 不惜牺牲精神的力量 那我们不知道啊 看看历史和现实都怎么安排吧 好 记住 直播就是力量 直播就会让我们知道更多的真相 今天这个 我有一点这个 技术上的问题 有点失态啊 向大家道个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再见 j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